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我們李署長 請李署長 一位 請多謝你 署長 今天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說你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採礦行為 希望要做一個全面的禁止 那我們也知道它的礦權 上一次的展延最後是到2017年 它的礦權就到期了 那我是比較具體是想要問你說 請問環保署 你要怎麼禁止雅尼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面的採礦開發呢 怎麼禁止 第一個 這個我們當然是需要透過跨部會 跨部會的協調 這個礦物局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還是屬於經濟部 我們和經濟部來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這也是總統的政策 那你自己屬裡面能做的 你會有什麼工具可以去限制它 屬裡面在這個相關的這個我們 這個環評啊 這個細則的部分啊 我們也會做適度的調整 適度的調整 這個部分我請我們的劉處長 這個環評的這個組長機關啊 我們也在研議這個部分 好不好請 是但是照目前為止 依照你們88年和89年 你們行政院環保署的函視 88年是說這個礦業用地續租案如屬延續租用 且實際採礦用地範圍 無擴大或變動情形是不需要環評的 好 那這個89年是講說啊 這個你們的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裡面 並沒有將所謂的碳礦採礦 及其他擴大工程的展研 納入應實施環評的這個範圍內 所以你們這兩個公文 都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是讓未來他明天如果要申請展研 是都不需要環評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認為這個函視是行政權 我會重新檢討 甚至就是 對 我會重新檢討 做出適度的 這樣的一個新的決策 對 那這個決策 會擴及未來所有的礦權的 所有的展研 都一體適用嗎 我們會檢討整個認定標準 我們會檢討整個認定標準 你們會朝怎麼樣的檢討前進 可不可以再清楚的說明一下 到底說對環境的衝擊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當然是 對環境的衝擊是怎麼樣 是環境影響評估審議的時候 才會去審議的 但是現在我們要問你的是 要不要未來的所有的礦權的展研 它要不要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這個才是你可以回答的 至於說它到底有沒有衝擊 不是你能回答的 因為那是環評委員實質審查的時候 才知道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照你目前所講的說 你要停止亞尼的這個國家公約裡面的採礦 那看起來你從環評來講 你是沒有法律工具的 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在 要不要實施環評 這個我請我們那個劉處長說明一下 環評這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依照你們兩個韓式是都不用的 因為過去處 那個韓式我就說 你們要檢討了 我新的政策 你們要檢討了 可是如果你檢討以後 即便納入需要環評 我也要問你說 需要納入環評的話 環評也可能過也可能不過 那你憑什麼在這裡就說 你要禁止它 那會不會有一種嫌疑 就是說我們這麼多年來 包括有委員今天問的 環評的科學性 環評的公正性 環評的可信度 環評可被監督性 最重要的是環評不服務於政治 這樣的這個架構和價值和信念 會不會因為你講得太快的一句話 被你給踐踏了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這個整個 我現在再告訴你就是說 事實上環保署對採礦開發 以國家公園為例 許不許可是國家公園委員會審議的 是要國家公園委員會審議的 國家公園審議委員會通過了 經濟部才會發給他展延權 那環保署事實上是沒有任何 基於你們的法定業務執掌 組織業務的這個條例裡面 沒有任何一條可以說 你要來發執照 你唯一能卡關的就是環評 可是環評如果你是說 你要停止這個雅尼的開採案 那麼我們會覺得 講這個話要非常小心 你踩到一個底線了 你踩到政治是凌駕於環評之上的 這一條底線 它會讓環評只服務於政治的 這一種概念會強化和加深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強調 環評它的客觀公正 環評不服務於這個政治 而要服務於專業 環評的可信度可以被監督 它科學性存在 而且環評不是被政治操縱的話 那麼環評也可能會過也可能會不過 所以我意思是說你說要禁止它 依照你現在法定執掌的 這個法定執掌的業務範圍 和你僅有的法律工具 你要怎麼禁止國家公園採礦 不要說去跨部會協調 跨部會協調這件事情是講得太遠了 因為我告訴你 上一次20年前 亞尼在泰魯閣國家公園裡面的審查 國家公園就已經駁回不准它轉言了 可是基於專業審查不准它展言 為什麼它又展言20年你知道嗎 署長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國家公園都駁回了 可是為什麼大家還可以 這個林委員 這個跨部會 行政團隊是一個團隊 我們就總統的政策理念 經濟和環保之間 它要怎麼協調 它不是單線的 我們要發展經濟要保護環境 雖然就這件事情 沒關係 我沒有問你這件事情 我現在要問你的署長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說 為什麼1997年11月22號 就應該到期的亞尼 他在泰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他們在當時的國家公園審議裡面 就已經是駁回他的展言權了 可是為什麼他還是核發了 經濟部還是核發了 在法律架構上是不許可的 為什麼還是核發的 是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是問因為當時的行政院長 召開了這樣的一個會議 他做的一個政策決定 是沒錯 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對 聯戰 邀集了經濟會的主委 內政部的部長 經濟部的部長 還沒有還沒有邀集環保署 都沒有 因為他不是環保署的業務 他沒有邀集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他特許成立一個專案會議 由上而下強行同意展研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展研以後呢 他就一路可以挖到這個 那個到明年 那我要再問你 你知道為什麼你們環保署 那個88年的函事說 礦業用地如數延續租用 且實際採礦用地範圍 無擴大或變動 無需環評 當初為什麼會做出這個函事 你知道嗎 林委員 為什麼都有在採礦 可是叫做用地無變更 當行政院長 如果他政策決定要做這個決定 在那個經濟還壓倒環保的時代 環保聲音非常微弱 現在包括民間的環保聲音 都可以阻止一個開發 我現在是要問你們貴族的事情了 你們88年的8月9號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荒謬 這個不是你做的決策 是過去的 我們必須要強調 這是過去的政府做的 88年 可是因為那一個函事 結果讓我們現在所有的 礦業公司 都可以有礦業權 一路展延到現在 而且都不用實施環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採住一句話 叫做 礦業用地範圍無擴大或變動 可是 可是明明有在採礦啊 可是礦業用地範圍為什麼無擴大 為什麼 當時 當時 我就說當時的行政院長 他其實 不是 署長 抱歉 不是這個問題 我是要告訴你說 為什麼礦業用地範圍不會擴大 因為我們的用地範圍是以面積計算 而採礦是從山頭往下挖 所以他挖的是立體水平 不是水平的擴大 是垂直的下降 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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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你現在 整個幾條山頭中挖住的 所以他是用這一種巧門 可是 可是 我今天要再講一個歷史上的公文 84年行政院就講了 就又有一個函事 84年行政院函事說 基於安全開採的考量 雖然准許現有直井繼續生產 但必須以300米的等高線 向上維持53度斜坡絕面 為開採高度下限 什麼意思 翻成白話文就是 你開採的這個下限是 至少要水平300米之後就不要開了 抱歉 這個垂直高度就是這個 這個山300米 開採到300米就不要再挖山了啦 高度剩300米就不要挖了 84年的函事 所以97年雅尼已經挖到 那座山只剩下335公尺 然後一年往下下降10米的高度 這個垂直降階的開採 一年10米 97年到現在大概有 106年大概有10年了 10年一年開採10米 理論上他那裡應該剩下200多米了 他不是明年不准他礦泉展延 而是現在就要立即停止開挖 署長 署長 把84年行政院的公文拿出來看 雅尼的新城礦區必須立即停止開挖 他已經超過300米 他已經下降到剩下200多米 這個是我們不能忍受的 我們不能忍受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不能忍受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忍受呢 新城礦場它25公頃 可是這裡不能挖 同樣的條件 在他隔壁 同一座山 他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難道他就可以挖嗎 那不是同一座山 那不是同一座山 他的旁邊碧林的土地 還有400多米 400多公頃 那個是平面的 如果往下算立方的話 當然是不止 難道他就可以繼續挖嗎 然後我要再提醒你 以新城礦區 就是所謂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面的 這個開採的25公頃的面積裡面 他們自己礦場的首席副廠長 他曾經表示 這一塊地整個可以開採 4000多萬噸的開採量 如果按照一座山的計算 4500萬噸的開採量 如果照剛才徐委員質詢講的說 這是外國都來讚嘆最好的石灰石啊 我們只看到這個最好的石灰石 換算成這個可以做成2500萬噸的水泥 以市價當時 一噸2000元的水泥計價來看 大概至少有500億元 然後剩下的2000多萬噸是沙石 也可以賣 他當時一周看的估價是300多億元 然後你知道整個新城雅尼的礦區一年 只繳多少租金嗎 79686元 跟他數百億的獲利來講 這用暴力來形容是不為過的 我要再強調一次 這個山林土石 不但屬於全國人民所有 也屬於原住民所有 也屬後代子孫所有 這些山林土石 不屬於雅尼 可是雅尼在這裡不斷地挖山 產山 然後據為己有 可是你知道 如果我們駁回雅尼的展延權 我們要付出什麼代價 部長 你說你要終止他的開發案 可是那麼我要問你 如果我們從明年 終止他的開發案 不給他展延 你說你要跨部會協調沒關係 要付出什麼代價你知道嗎 這個有的人這樣講說這樣需要賠償 我想那個是一個誤解 我想在92年最高行政法院有一個判例 這個權利是由國家准否 當我沒有再繼續准 就是這樣並不違反所謂的信賴保護原則 這個兩個沒有關係 我想 怎麼會沒有關係 我要再次的提醒你一下 我請我們詹律師 詹副署長來 沒關係詹副署長來 雖然是我的老朋友 但是我是一樣要問他 沒有我們請詹副來說明一下 署長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依照92年行政法院的判例 政府的准否權 准博權 是既有的這個權利 所以更無所謂的賠償嘛 補償嘛對不對 可是我要問詹副署長 曾經在什麼時候 政府曾不曾編列過補償金額 有沒有發放出去 你知道嗎 報告委員 我知道過去國家公園 曾經有取消這個礦權展 而做過一些補償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一部分可能是 礦物局錯誤解釋的礦業法 第三十一條規定所至 不只是三十一條第二項 還有第五十七條 但是國家曾經編列過 政府應該講政府 政府曾經編列過預算 是事實吧 也曾經發放過補償金 是事實吧 是但是如剛才我所講 可能那是礦物局堅持 就是說他們對於礦業法 第三十一條的解釋 有所誤解所至 所以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要追討回來囉 發放出去將近一億元的補償金 我再唸一次給署長聽喔 礦業法第三十一條 前項第三款規定 就是國家公園內如果駁回的話 將礦業權限展延申請案駁回 至礦業權者受有損失 礦業權者得救援核准 礦業權期限內已發生的損失 向限制探財者或其他應付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的補償 補償的認定案基準由主管機關定定 這個是第三十一條 那第五十七條一樣的講到這件事情 第五十七條講說 主管機關因為公益措施等實施需要 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申請 劃定以設定礦業權的礦區為淨財區 或公益這個措施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因為公益喔 依法限制以以本法核定礦業用地的礦區 探財限制住了 導致礦業經營受損失 該礦業權者得救援核准礦期限內已發生的損失 向申請劃定禁財區責 限制探財者或其他應付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的補償 所以不是三十一條 還有五十七條 還有五十七條礦業法 那你覺得哪裡解讀錯誤 這個法條裡面哪裡是錯誤的 其實在剛剛九十二年的那個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裡面 對礦物局所做的解釋 也不完全認同 那三十一條這個部分 因為是展言不是原核准 所以這個部分 他在最下面授權給主管機關來解釋和認定 我認為因為是跨部會 我不願意在這地方就內部這樣來 但是我是在院內的會議 在部會之間的解釋 那如果你這樣講說九十二年的法院的意見 但是我有一點好奇 這三十一條好像是幾年才修訂的 你看就是所以說嘛 在前向損失之範圍及認定基準 由主管機關定制嘛 沒有這一條法律是被改掉的 而且是而且也是 而且是不是九十二年 是比九十二年還要完才被改掉的 有這一條規定 是比九十二年還要完 我們要來看具體的 如果委員這樣的話 我們就具體的拿那個文件判例來探討 我想這個部分 他目前如果將來變成環境資源部 就是環境資源部的一個權責 我們會處理這塊 是到目前為止就是說 我們就這個環境資源部要成立的 未來的一個方向 我們對於這個國家這麼重要的資源 上帝的這個我一直強調上帝的藝術品 好那我現在要再問你一件事情 這政策不同 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國家公園裡面 這個礦權擁有 還在採礦的是只有雅尼 我知道 當然有沒有 其實是還有礦權 但沒有在採礦的 有沒有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那是礦物局的權責 我這個部分 對 所以因為 有送來 我們曾經 報告署長 我們曾經否決了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採訪 報告署長 因為你不是針對雅尼 你不是針對個案 你是針對國家公園裡面的通案管理嘛 那顯然我就是要問你 除了雅尼這個個案 還有沒有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通案 我們會來調查 那你不知道 那你怎麼說 你不是針對雅尼個案 但是就是整個的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國家資源 自然相關 國家公園 我要問你說 幸福水泥有沒有 東風礦業算不算在國家礦業裡面 有沒有 國家公園裡面 南昌 國華大理石 我請那個 幸福水泥曾經被否決一次 來發 榮民工程有沒有 從德礦業有沒有 天蟲礦業 十一家 他有沒有在國家公園範圍裡面 那個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再了解 我這個部分 我們相關處長要補充之外 我個人對這個資訊還沒有掌握 當時被駁回 可是為什麼不用補償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還沒有礦業法第三十一條 他們曾經被駁回 要展顏被駁回 就駁回了 就是如你所說 為什麼不用補償 因為當時的三十一條 大概不是長這個樣子吧 法律是被修過以後才變成 大王條款 這個林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再去了解 我個人的部分 好這個 但是我要回頭 我還是要說 這件事情都跟你無關 因為這件事情 過去的韓事不是你做的 那現在要不要繼續 是國家公園要審議的 那到底要不要賠償 那如果是國家公園 內政部駁回的 搞不好是內政部要賠償 不是你 但是說 那你為什麼 你出來講話 我是站在環境資源部 但是現在還不是環境資源部 現在叫環保署 是國家資源 是國家重要的資源 生態保育 因為現在的國土資源 還是在內政部 國土管理裡面 所以我是要跟你講這一件事情 那我現在再請教你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可以出來講話 因為你會踩到這個紅線 這個紅線就是證實了 環評委員都是橡皮圖章 你會踩到過去十多年來 我們在講環評制度的改革 我們要求環保署 要這個政治的這個黑手 要退出我們的環評 我們也認為 你應該要盡速的提出環評法 來修法 然後在修法以前 如果是你先講了昨天的那一些話 那會落人口實 甚至說 你去主持一個環評會議 人家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預設好的一個政治立場 你的手是不是會介入 這樣子其實是更 更強害這個環評的制度 讓他更不被信任 所以我才說 我不是要跟你說 我不是要跟你說 你那個是經濟部的權責 你給人家踩到線了 不是 是因為依照你目前 法定的執掌和你的權責 你只能把關是環評 可是你今天講了這些話 你要讓環評的專業性公正性被質疑 我是要提醒你這一件事情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跟你講垃圾大戰 跟這個彰化 彰化西州焚化場 跟屏東坎頂焚化場的營運不佳 真的是要好好來談一下 這些非計畫性停爐 一年達到11次和21次 等等 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長的 我就不多說 我講最後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城市礦山的計畫 我們還要繼續嗎 沈世宏時代的城市礦山 跟魏國宴時代的城市礦山的計畫內容 是南遠北側 根本就是兩件事 那都已經在垃圾大戰了 104年的垃圾大戰都開始了 你的城市礦山計畫 你知道魏國宴的城市礦山計畫是什麼嗎 署長 我這幾天有向同仁來瞭解 他是為了要天然災害發生的時候 要預留一些掩埋場的一個空間 這樣的把它空出來 淨出來 為了如果重大的災害的時候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去處 是為了天然的重大災害 天然的重大災害 應該這樣講 林委員我想這樣講了 我沒清楚過去的署長是怎麼做 但就我個人認為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如果說是處理 這個既有的掩埋場 把它活化 把它騰出空間 整理 這一件事情我是贊成的 那我們的焚化炉都還在垃圾 焚化還在大戰 就是說 為國宴規劃了五年的城市礦山計畫 要從105年 從今年要做到110年 他要做什麼 他要把舊的掩埋場裡面的垃圾 這個挖出來燒耶 那你有足夠的焚化炉 有這麼多的餘域量 我們事情有輕重 然後這幾年 我們當然先處理這個 現在在堆製的這些垃圾 就是剛剛我今天已經講很多次 我想這個部分就不再重新 為國宴是要活化既有掩埋場 要有60萬立方米的掩埋空間 來讓環保署調度 可是執行這個計畫來先決條件 就是我們講的 焚化爐必須要有餘育量去焚化 從掩埋挖出來的垃圾 可是呢 我們調度不良 調度不良 還有非計畫性 還有非計畫性的停爐 老舊 這個經常非計畫性的停爐 這一些問題 你都已經這麼嚴重 然後你現在還要去推一個 所謂的舊掩埋挖出來燒 舊掩埋挖出來燒 你叫雲林人情何以堪啊 大家收收那個 女委員 生活廢棄物 燒一般事業廢棄物 沒有的不是你做的 為國宴到現在做 我們的焚化爐燒 燒生活廢棄物 燒一般事業廢棄物 現在也是還在燒垃圾場 掩埋出來 還把鞋出來燒的 不怪都沒有餘育量 可以燒分泌的 所以我們在講說 在中南部根本不可能 有這個空間 去執行這個方案 只剩下北部的縣市 再申請 然後 台北市呢 我們知道有餘育量 但是我們也不必要去 這個 雪中送炭 然後讓這個這麼富 比較相對 財源自主非常好的 這些地方政府 去幫他們雪中送炭 那你應該雪中送炭 到這些資源少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 讓他們有餘育量 那不如請他們來支援 家戶垃圾 生活垃圾的焚化 這才是對的 所以我是認為 這個所謂的 假城市礦山 這隻垃圾場 挖出來重新 掩埋場 挖出來燒掉而已 它不是真正的 所謂城市礦山的概念 跟以前沈世宏講的 也完全不一樣 五年計畫 六十萬立方噸 這個事情恐怕是 可以好好的檢討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要講的話 還很多 那我們未來 有的是時間 會優先順序處理 那個事情 不會像剛剛你說 那樣的過去這樣的發生 我們當然先處理 就是過去既有的 不恰當的政策 包括那個韓式 我們都會重新檢討 這個不恰當的政策 該調整應該要調整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會支持這樣子 那我們就 還有很多時間 再慢慢談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也謝謝法理署長